美国国会众院结束22天没有议长的日子 在今天共和党的第四位议长候选人强森 终于获得共和党全数支持 以220票当选议长 现年51岁的强森算是知名度偏低的共和党议员 他在2016年首次当选路易斯安那州联邦众议员 现在是他的第四个任期 强森是保守派反对同婚支持禁止堕胎 他是共和党内的川普派支持推翻2020总统大选结果 美国总统拜登发声明恭贺强森的当选 承诺为了美国人民他将真诚的和强森合作 没有众院领导经验的强森 强森能获得共和党党团支持 也显示严重分裂的共和党 希望放下一张宝座之争 让意识恢复正常 强森在取得意识锤之后 通过的第一个决议案 就是支持以色列谴责哈马斯 接下来急需解决的 还有11月17号 美国政府临时预算到期的政府关门危机 以及拜登在上星期提出的 1060亿美元补充预算 是支援乌克兰 以色列 台湾 以及美墨边境安全 TVBS新闻嘉辉 美国华府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